说到这个结核 大家最熟悉的应该就是肺结核 就听了多少年了 而且我们小的时候 那个时候真的是 把整个全国都在重视这个事 对吧 有了一段时间 大概在80年代到90年代之间 对 那时候结核感染也是非常严重的 对 这是全国防治的犯罪 对 对 不少人这个时候听到结核色变的 就是网友菲菲通过我们抖音平台 给发出了问题 她是这么说的 她是自己不咳嗽 不发烧 没有谈 结果查出了肺结核 刘老师我听的时候有点发懵 就是刚才说的这位朋友 她也没有什么症状 那怎么会重招这个肺结核 不都说这个肺结核 它会发烧 咳嗽 它面部会嘲红吗 结核卷为什么说 一定要引起大家的重视 就是因为它有一定的隐秘性 这个叫隐秘 不觉就让你得病了 就是这样的 因为结核卷本身独立 不一定是非常强 有的一些结核卷独立不是很强的 就像我刚才提到 和人体的免疫功能 如果它出一个视权利比的状态的话 你可能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 偶尔可能会觉得乏力 大家现在工作压力都很大 可能乏也不会觉得 就一定是得病了 他可能也没有自己引起高度重视 就到医院就诊了 可能休息休息就这样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 有结核的也是存在的 尤其你周围 如果还有一个结核的病人 他在排菌 就像前面提到的那个 有一个网友说 他爱人谈查阳性了 然后我们就教 那你周围 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人 他也不知道自己是结核 你和他接触了 那就要短期间接触了 大量的结核分支感的群 那你有可能就是一个 潜在的病人了 肺结核呢 实际上最常见的表现 叫结核中毒症状 结核中毒症状指的是 一个周身系统上的表现 比如低热 爆汗 乏力 然后慢性的持续性的咳嗽 就是它比较常见的一些 临床表现 所以说一般超过两周的咳嗽 如果觉得还有其他方面 比如乏力 甚至于体温在37度 就38度以下的 这样温度的情况下 还建议及时到医院就诊 派一个胸部影像学检查 去说健康 由油中黄金还原 稻米营养精华的金融鱼 骨维多稻米油 特约播出 国家卫生委员有报告显示 虽然五国居民费结核的发生率 已经从2012年的 十万分之七十点六 下降到2018年的 约十万分之五十九点三 这个成分率呢 也保持在90%以上的之率 但是呢 当天我国结核病 形势仍然严峻 是全球30个结核病 高负担国家之一 每年新报告的肺结核 患者越八十万 金融鱼骨维多稻米油 由中黄基 还原稻米营养精华 据说健康 要感谢金融鱼骨维多稻米油 有个大力支持 然后有小话问 他说他儿子今年三岁 然后最近一直咳嗽 他就带孩子去医院检查 结果医生说 孩子得了肺结核 他挺纳闷 这个孩子怎么能得上肺结核呢 他就怀疑 是不是和孩子的奶奶有关 被奶奶传染了 因为老人家咳嗽快一年的时间了 做检查说是肺里有一点炎症 于是开了点像药 也没有系统的治疗 就回家吃了药 再让老人去医院进行治疗检查 老人就不去了 然后呢 最近一两个月 咳嗽的特别的厉害 于是去医院做了支气管镜 医生说是支气管结核 所以说想问问 他儿子的这个结核 是不是买了传染的 的确是这样的 上来就是你讲一种情况 我想呀小宝贝得了结核 这个太招心了 因为小朋友啊 他这个肯定很不舒服 那一般来像你说的 这种情况下的话 大部分都是传染来的 尤其他家里有一个这样的老人 像支气管结核 那实际上就是说 这个结核菌 在咱们的这个呼吸道里头 引起了疾病 那你想我们每次呼吸 然后这个老人 还有咳嗽的症状 都有可能是有排菌的 那就说他对他这种状态的话 对他周围的人 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 这样的一个影响 尤其小朋友 他免疫功能还没有完善的情况下 那他实际上来说 确实是一个高危险人群 所以说的确他是 可能这个最后的祸首是他的奶奶 但是不要加点矛盾表现 就是车离开就好了 然后加一间系统消毒 把奶奶治好病之后 还是一样可以管 可以的 因为这个结核治疗也是这样 一旦这个启动了系统的抗结核治疗 他这个结核菌 迅速就会被抑制住 或者杀灭了 然后他传染性也迅速下降 不要跟婆婆闹矛盾 就特别担心这个事 这不是什么大事 谢谢大家